嘿嘿 大家好 歡迎回到下一集的Mini Metro 我是易 我們計算上一集回到來之後 我們就已經去到43個Passinger per day 這個就是倫敦的Synic Mode 如果大家上一集沒看的話 就快點回去看看上一集 了解一下上一集的Synic Mode究竟是什麼 這個就不是Commuter Mode 就不是我們平常玩的東西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下這個Synic Mode 就看上一集 未看的就快點去看 好 今天就繼續開始我們玩這個倫敦的Synic Mode 好 今天就選擇一個Lokomotive 我們就要一個Line Increase 因為我們應該都不用要 因為已經有一條 兩條 三條 四條的過海隧道 所以就應該不用太多 五條 五條的過河隧道 在泰吳士河底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太多隧道 喂 這麼遠的 唉 把這條粉紅色 因為它說明是橫的線路 所以就把粉紅色搏過去 那麼就說回上一集我們做了什麼 粉紅色就是我們在上面這個地圖的上面 泰吳士河的上面的鐵路 我想就是橫橫的 綠色也是在泰吳士河下面的鐵路 也是橫橫的 黃色就是向上的鐵路 藍色也是因為它有兩層的站 所以藍色就是在泰吳士河上面的下面那一堆站 紅色和藍色就是最初的線路 就是搏著整個地圖 有一點點的東西 這樣就可以繼續做這件事了 所以我們現在搏的就是因為黃色在這邊就有搏著 在右邊就上下搏著 所以我們就想要一個上下搏著在左邊的線路 那我們就看看 順便有這個斬出來就這樣搏著 圓圈 靈形 正方形 再搏圓圈 三角形 十指 這樣搏著 這是一個打直的線路 因為我們還未有隧道 所以我們就這樣搏著 因為我們就把這條啡色的搏來兩個圈圈 然後搏去三角形 從這個凹凸凹的形狀 我們就有一條打直 而且可以去到下面的一個站 應該都可以的 看看 這樣 然後我們還有沒有車 沒有車 我們就要等乘客再多一點的時候 才可以繼續去做這件事 黃色是不是不夠車 這台車 不是 黃色有兩台車 可以找到多一點的人去做這件事 那 喂 為什麼跌回我的車 二角度 我應該要四角度 奇怪 應該有些站是要多一點的 如果越多站就越好 因為越多站就越多乘客 這樣我們就可以有越高的載客 而且 你看到它的時間 亦是對乘客的人數有影響 它也挺真實的 例如下班的時間 或者早上班的時間 也會有更多人 那麼它最多人增加的時間 應該就差不多 應該就是星期日晚 那些人要回家 睡覺 下班 不是 睡覺 所以準備星期一上班 那個時間 就是會彈出最多的乘客 就是一個這麼有趣的線路 通常 那些人 通常都會在貓松 就會在星期日 因為星期日 是永遠都是最多人做到的 這件事 所以就拿到隧道 然後就把它搏過來 搏過來 搏多個衣服 搏上這個有趣的形狀 我不知道怎樣 就是線型 應該是 那就是隔著線型 那這條啡色線 那這個線路圖 就應該差不多 那就搞定了 那我們就再看看 有什麼可以優化到這個條線 OK的 好 那我們就再看看 這裡先 黃色這裡 就有四個圓圈 嗯 那它應該會失死 其實就像現在 你看到 它越來越多人在等車 應該也不是很理想的做法 但是因為 沒有想到有什麼辦法 所以我們就暫時這樣住 我們之前就有觀眾說過 我們剛才上一集說 倫敦地鐵的歷史 說不說 因為倫敦地鐵 我想大家都應該有點興趣 所以我們就再說一些倫敦地鐵的歷史 那倫敦Underground 倫敦Underground 這個就是第一個 應該是第一個地下鐵系統 就是Underground Railway系統 它就是在1865年成立的 那當時沒有任何電氣化的火車 真的不用電的 那它呢 亦都是用著 用著一些木的車廂 木製的車廂 就是馬車的車廂 再加上一些 蒸氣推動的火車頭 燒煤 那你就會想到 其實當時 在地下鐵的一些 燒煤的蒸氣火車 在地下鐵一個 這麼封閉的管道裡面 走的其實都應該不是很舒服 所以 當時應該是 上班要快 才可以做到一件事 那 對 也不是很舒服 所以 它現在 就改善了很多 那 當時 這件事也很有趣 因為倫敦地下鐵 在1865年的時候 還沒有電 所以 有時候電梯 就要用蒸氣推動 這件事也要用人手操作 那些電梯 不可以說 你 就這樣按按鈕 就可以做到 因為那時沒有電 沒有電子板 這件事 就不可以人手操作 這件事 也是 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放多一架車 綠色線 因為你看到 綠色線 開始有很多人在等車 OK Lokomotive carriage 然後放多一條 綠色線 綠色線 綠色好像有很多 OK 先放在這裡 那綠色線 這個位置 可否把它駁過來 還是放了兩架車 現在放了一架大車 所以 可以這樣做 做這些東西 我剛才說了 對 升降機 因為有些閃 如果小人坐的時候 會將賣票的地方 就將它變成人手操作升降機 即是 我不知道它是甚麼 有可能 那些人 就將票務署放在升降機 一邊坐升降機 就一邊收錢 即是 如果你不付錢 那你就 不可以坐升降機 就要回到上面 應該是一個挺好笑的東西 要多一個carriage 這個可以怎樣放 嗯 把這個啡色的放在這裡 那就可以游多一點 接載一些人 你看到 那個乘客的載客都升得很快 所以 這個位置 黃色線 你看到這個位置 可以再放多一點點的人 因為 現在看到這個站 因為它要連續四個圓圈 所以 整天都會爆 所以 如果幸好不是這個操控器 應該很早就玩完了 這麼多 overcloud的操控器 但是 我們可以玩到這麼快 應該是挺有趣的東西 對 這樣呢 那 也比較少人 倫敦地鐵 這麼少人 所以 把售票署放在電梯上 應該是挺有趣的事 大家應該沒有聽過 售票署要在電梯上 要在電梯上買票 是不是很奇怪 還有 可能 舊時的電梯是165年 165年 電梯是比較慢的 所以 可能有多一點點時間 可以收到錢才能到下面地鐵 也有可能是這樣的 那我們再看看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嗯 對了 當時也有扶手電梯 扶手電梯 扶手電梯什麼時候出現呢 就是191多年出現 是不是很有趣 有扶手電梯 在地鐵裡面 但是呢 在100年前就已經有扶手電梯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西方科技的發展 其實是快很多 而且真的好厲害 他們好厲害很多 那麼 這個是一個木製的扶手電梯 不是一些 什麼 鐵 現在看到的 閃亮的鋼製的扶手電梯 就不是這樣 只是木製的扶手電梯 不過 也有些流聲機 可以說 做這個 這個 的 的 流聲機 播放那些過程 可以 就跟大家說 你要在左邊站 就在 右邊站 左邊留給一些人 去 趕時間 就讓一些人可以回答 可以更快做這件事 原來呢 這樣看一看 才發現 這麼歷史悠久 幾個左行 左站 右行 所以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對 哎呀 對 現在 說完這件事 再看一些線路圖 嗯 應該是 Terraria 剛剛有 剛剛有 我說 Terraria 所以 Terraria 應該挺好玩的 我們再期待一下新一集 Terraria 出的地方 好 那我們再看一看這裡的線路圖 看看有什麼可以更加改善到這裡的線路圖 嗯 好了 那我們就先看一看 這個綠色又這樣 這樣打圈圈 好像不太容易 所以 我們就這樣 把這個綠色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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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這個綠色的站放下來 把這個綠色的站放下來 把這個綠色的站放下來 把這個綠色的站放在這個位置 把這個綠色的站放在這個位置 這樣應該是OK的 然後 把這個綠色的綠色的站放在這個位置 就沒有之前過了河塞 把這個綠色的站放在這個位置 唷 這裡有四個圓圈 那麼 我們就盡量整個一個圓圈 唷 對了 先整個一個位置 然後呢 這裡 這個綠色的站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綠色的站放在這個位置 咦 不行 把這個綠色的站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把這個啡色的站放上去 所以這裡每邊都有三個站 可以做到 這樣就不會有四個圓圈的麻煩 OK 好 那就OK了 然後我們看看 還有沒有一些車可以加進去 哪個位置比較多車 我們就 哪個位置比較多的乘客 應該是啡色 所以我們就放多一個carriage 放多一點 綠色也應該要多幾架車 看看 綠色現在只有一架車 所以我們就放多一架車 不過我們也要看著 究竟每條線 只可以放四架車 所以我們也要看著 每條線有多少架車 看看這裡的情況 可以去到哪裡 但是呢 就已經差不多去到四分之三 那個爆機的程度 那現在你把68除105是多少呢 68除105是... 68除105是多少呢 先看看 找回鏡手機出來 68除105 對了 64% 最好看的 是... 未到四分之三 那麼去到... 三...五分之三 那就有60%的進度 不過呢 如果我們再加多些車 這樣就很快 現在的問題 就是我們可以 怎樣加快一點 他們運成客的速度 對啦 我們就再看看 可以怎樣加快一點 嗯 這個藍色呢 我又想看看 可不可以把它收起來 然後我們就只是服務下面的位置 那就是去到下面 然後這樣 然後服務下面的位置 那就是一條下面的線 那紅色呢 就是上面那些站的位置 那就是中途 有一點點的交叉位置 這樣可以 讓它攝載到多一點的乘客 即是專線站可以好一點 那所以這條紅色就鑊上來這邊 那就讓它可以有一個圈圈的效果 還是我們實情將它這樣鑊上去呢 哈哈 全部都是圓圈 蠻好玩的 先試一下 把它圓圈 不過它這裡有些可以舒緩到的情況 也可以 可以舒緩一下 黃色線這裡 那些人呢 就很忙的這個情況 那不如現在這裡呢 藍色線我們再升一點點 這裡呢 不要讓它繞回來 那麼浪費時間 我們呢 就這樣把這條藍色線的 終點站就放在這裡 咦 剛才我們把綠色線的終點站 放在這裡 那麼呢 那些人呢 如果要在三個人在這裡的話 那就不用繞一個大圈才回到這邊 有多條過海隧道這樣就方便一點了 這邊就把這個放紅色拉下來 那就應該可以再看一看再加快一些人的收入的情況 咦 有個Kokomotiv 在那裡的carriage 那麼就再放多一些車進去哪裡呢 看看 紅紅線 綠色線 綠色線有三個 紅色線就應該要多一點了 是不是紅色呢 嗯 哪個比較多人呢 應該是粉紅色的 粉紅色要多一點 那麼就再放多一架粉紅色這個位置 那麼就應該可以做到這樣的快點的效果 那麼我發覺 每次等MouseStone 都是等它星期日 那個人流高峰的時間 才可以升到的 不然就一個比較麻煩 升不到的階段 你看到它原本跌回到原本的位置 即是原本75就能升到另一個MouseStone 所以這個位置也暫時不能升到 所以我們就要再看看它可以做到 那麼我們發覺 這個紅色線這個位置 因為太多圓圈 你看看 連著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圈 是同一個站 連續八個圓圈 所以你看到 很多車都這樣連接 不過沒有辦法 上面這個位置 全部都是圓圈 你看看 遊戲的畫面 最上面這裡 全部都是圓圈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八九 圓圈全部都是最頂的地圖 所以我們都沒有辦法 我們就要這樣走一走 還是我們可以把這條藍色線 這樣搏上來 這樣搏上來 然後呢 就把黃色線 這個位置 不行 看看 黃色線 這樣 就比開一個站 那就應該好 我們試試把紅色線 比開一個站 把黃色線搏下來 對了 今天就好一點 紅色線 再少 也是一個 這麼麻煩的站 然後我們就把粉紅色線 放上來 可以嗎 可以 我們把這個粉紅色線 放上來 然後呢 把這個紅色線 這個位置放上去 嗯 不行 不如我們這樣 這樣搏上去 就越來越多線 可以搏到這個圓圈的位置 會方便到 可以散掉地人 效率也更加高 也不錯 對了 咦 CTV Mute Reach 原來就是75個乘客 Traveling on your metro everyday 原來是750 不是1805嗎 嗯 算了 就這樣 就可以做到這個型 今天就拍張照片 對了 今天就有這個 這麼漂亮的效果出來 今天就看看這個 可以怎樣 再繼續聰明一點 好不好 還是什麼 我們看一看 如何 如果呢 我先在這裡 看看觀眾想怎樣 我們已經玩完 應該比較難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 就 保持這個地圖 如果呢 要繼續開玩的話 那就 可以的 在下面有一個研究 究竟我們 開回來玩 還是 開一個新的城市 再玩 我們就 之後回來再看看 好了 今天就 下一集再見 拜拜